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马云林 今天是2022年9月28日星期三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9月28日美国国家巨峰中心表示 巨峰依然当日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点左右 在佛罗里达州曼尔斯布海岸附近的卡尔科斯塔岛附近登陆 根据汽障学家的说法 巨峰依然同2004年的巨峰查理并列 成为登陆佛罗里达班岛西海岸最强的风暴 据报道 这是一场最大持续风速接近150英里每小时的四级巨峰 国家巨峰中心警告说 在佛罗里达州西南部的一些沿海地区 风暴潮仗会高达18英尺 依然登陆的时候核心区域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风灾 巨峰依然同时会造成多达2英尺的干雨 国家中心表示依然已经加快速度 同时也增加了佛罗里达东海岸巨峰的威胁 据了解 佛罗里达州有超过250万居民住居塑散令之下 华罗里达州州长罗因德桑提斯星期三警告 尚未撤离的人留在室内 称认美国历史上为最严重的一次风暴 美国家巨峰中心表示 在2005年卡特里拉巨峰期间 至少有1500人直接或间接地死于风暴潮 根据网站的数据 截至当日下午 由于情况继续恶化 佛州有超过100万名的用户团电 国家巨峰中心代理副主任曼克尔布伦南表示 巨峰依然可能会在金珠落地的24小时里保持巨峰的状态 他说 现在我们预测他最终会在今晚或星期四凌晨的某个时刻 减弱去到巨峰强度以下 随着巨峰依然在佛罗里达州西南海岸登陆 总统拜登星期三警告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不要趁这个机会提高油价 拜登在当日的会议上说 不要要我再重复一次 不要以这个为藉口来提高汽油价格 或者欺骗美国人民 拜登表示 巨峰不能为油价上涨提供任何借口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他将会要求联邦官员确定 是否正在进行价格计量 目前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 佛罗里达州的平均汽油价格大幅上涨 卓普利将全州平均价格定为 略低于回价率3.4美元的价格 比一个星期前稍微高了一点 当日的会议上面还出现尴尬的一幕 拜登在会议中试图对话 今年8月死于车祸的 印第安纳州女议员 杰基·华洛伊斯基 完全忘记了该议员已经离世的情况 拜登在对会议组织者表示感谢的时候 问 杰基你在吗 杰基呢 星期三早上 亚恒色州小石地区一间医院里 发生了一宗唱剂事件 造成了一人死亡 一名艳二人被拘留 据报道 写悟德警察局局长杰基夫哈格 在星期三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写悟德警方在上午10点左右 对当地一间名为痴城 Vincent North医院里 发生枪击事件做出回应 并且暂时封锁了该医院 警方目前还没有公布受害者的声明 或嫌疑人的声明 该部门在图图上发文称 相关的嫌疑人在附近入友加油站 被小石城警方拘捕 警方目前没有说明 遇难者是病人 僱员还是房客 案发之后 该医院工作人员在医疗中心附近的 一家学院体育用品店的停车场 控司和亲人结面 多个机构的执法部门做出回应 当一行午晚点的时候 警方解除了医院的封锁 据报道 数个月前 奥克拉河马州塔尔萨市一间医院 曾经发生枪击事件 包括枪手在内的5人死亡 事后根据警方的调查 该中枪击案中的枪手 将一次被捕手术之后的持续腾痛 跪咎于4名受害者之一的医生 于是购买了一把半自动捕枪 来到医院行空 有专家表示 连续的枪击事件和其他恶性事件 突显了美国医疗机构的脆弱性 美国司法部长和缺毒局行政官日前宣布 司法部缺获了大约1千万个分泰利若苑 司法部长梅里哈加兰表示 今年缺毒局特工进行了389项的调查 其中包括在201个城市进行的35项 和墨西哥贩毒集团有关的调查 在这些调查的过程中 在所有50个州缺获了超过1千万粒的解药 和卖82磅的芬泰利粉末 令他足以杀死3千6百万美国人 缺毒局管理员安尼·米尔·格拉姆说 这些贩毒集团寄附和所有芬泰利相关的案件有关 他们目前主导着全球芬泰利分销和供应链 米尔·格拉姆表示 他们主要看到的是艺装成为普通药物的芬泰利药丸 也包括艺装成为糖果的芬泰利药丸 格拉姆说 这些贩毒集团正在销售彩虹色的药丸 这些药丸的设计看上去像糖果或厨房药 它们可以是片剂的形式 也可以看上去像粉笔一样 这些彩虹的芬泰利和其他形式的芬泰利 一样危险和致命 今年5月至9月期间发生了一系列 被收注目的重大毒品案件 在今年7月的一个类似案件中 緝毒局缺获了大约100万粒含有芬泰利药丸 据称和石拿罗亚贩毒集团有关 当局称这是加州历史上对该药最大的打击 緝毒局探员表示 这些看上去像无害的小药丸 对社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大量的青少年和年轻人 不知道他们在假药丸里 涉入了芬泰利燃后中毒 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数据 分泰利的效力是马啡的50-100倍 是一种合成镜鸦片类药物 被批准用于治疗剧烈腾痛 但经常被濫用和误用 CDC在他的网站上警告说 美国最近发生和分泰利有关的伤害 过量和死亡案件都和非法制造的分泰利有关 他通过非法毒品市场出售 具有类似海洛因的效果 他通常和海洛因和或者荷坎因 温合作为组合产品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星期三宣布了新的营养标签规定 这些标签通常展示在食品包装上 供人们了解产品营养性分 据该提案 如果产品包含来自线食指南推荐的 至少一种食物组 或者亚组有22数量的食物 製造商可以将它标记为健康 製造商们还必须遵守某些营养素的特定限制 例如饱和脂肪、链和添加的糖 据例来说 每一份的穀物需要包含四分之三盎士的全穀物 和不超过一克的饱和脂肪 230毫克的链和2.5克的添加糖 食品製造商才可以在标签上使用健康这个字 据报道 这些标签自在在帮助消费者更加轻松地浏览营养标签 并且在商店里做出更好的选择 FDA表示 而以规则将会令到健康声明的定义 和当前的营养科学更新的营养成份标签 和当前美国人膳食指南保持一致 此外 该机构还正在开发一种符号 公司可以致愿使用该符号 来标记符合联邦关于健康一个字的指导方针的食品 该公布在4月3日白宫饥饿养与健康会议之前发布 该会议是自1969年以来的第一次这类的会议 当时由尼克松总统政府主办的一次峰会 导致食物券学校的误測 以及其他计划的重大扩张 这些计划被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减少了饥饿 并且提供了关键的安全保障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发布的联邦政府数据 未接中猴斗疫苗的合格个体感染病毒的可能性 是接中疫苗人群的14倍左右 据报道 这个数字反映了拜登政府收集的 关于目前在美国各地接中猴斗疫苗功效的第一波权威数据 这些数据标志着政府和猴斗作斗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CDC主任华伦斯基博士说 关于猴斗疫苗在现实条件下 对抗猴斗的效果数据有限 但这些新数据 让我们对疫苗按预期发挥作用感到乐观 事事一位高特官员说 我们对这一项的研究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并且认为如果我们继续为那些疾病风险最高的人提供疫苗 如果我们继续促进我们知道有效的行为改表 这样这两者结合就会令到我们能够继续看到病例的减少 并且有望消除美国目前的猴斗疫情 白工猴斗应对协调员包括芬敦表示 到目前为止 全美已经接种了超过80万剂的猴斗疫苗 事事估计 美国有170万的蓝红性戀 和双性戀蓝性感染猴斗的风险最高 最近的病例趋势表明 美国的猴斗疫情正在放缓 根据CDC收集的数据 自8月中旬以来 美国平均每日新增猴斗病例一直在下降 这个表明着疫苗接种运动正在发挥作用 芝加哥郊区独立日游行大规模猴斗事件 一亨全者和遇难家属 星期三对猴斗中使用的暴槍製造商提起了11宗的诉讼 该指控猴斗制造商Smith & Winston 非法将其广告定位在年轻人身上面临实施大规模暴力的风险 高地公园猴斗案的数十名受害者 凡猴斗暴力猴斗者和私人律师 星期三宣布了这个消息 即管联邦法律对该行业提供了广泛的保护 但仍然要求猴斗制造商对大规模杀负责 除疫事件的倖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 星期三对记者发表讲话 强调自从猴斗事件发生以来 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并且一再指责猴斗制造商让猴斗得以实施 这些诉讼主要集中在Smith & Wilson上 但亦包括被指控的枪手 他的父亲以及出售当局 在枪击事件中确定武器的枪支商店 该诉讼的核心主张是 M&P15半自动布枪背后的枪支製造商 非法针对有暴力风险的年轻人投放枪支广告 该诉讼称 Smith & Wilson的广告模仿了很多流行电子游戏中的 第一人称射击视角 利用明显的军事或执法人员的恶效果 并且强调枪支的战斗功能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传播内容 感谢你的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台 一家TV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